OK 哈啰 大家好 我们是3B 我是Cavin 我是Danny 今天的嘉宾就是要认真的 感觉我们回答媒体 那个setter的都是要唱歌的 都是要唱歌 要有melody 他除了唱歌不会起来的东西好吗 最爱这个咯 好似的 好似的 我要讲我第一印象 他来的时候讲的时候 阿兰西西这样 又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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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不然我们只认识浩仁嘛 那时候浩仁就来 一起来我们就来 他来 我们那时候都讲要找他唱这首歌 我们都来感动 不然然后讲 OK吗 幸好你的歌好听 他喜欢 他讲OK 我想要OK 好 好啦我们邀请了 今天我们来邀请 PRISCILLA 好 好啦 好啦 我要反驳就是 我要反驳 反驳 就拍了 我就 哦 TV 哦 原来是朋友 原来 他是要看YouTuber 才可以做朋友 哦 我没有看很多 YouTube 东西 除了唱歌的东西 因为我的 YouTube 就是唱歌了嘛 主义唱歌嘛 OK 所以你懂 今天要做什么了齁 不知道 每个讲都不知道了 我讲的 你到底有没有解释了 我有跟他们讲了 他们没有做功课 他讲 你只要带嘴巴来的 OK 所以我们直接来进入第一题啦 你应该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啦 在马来西亚 做音乐 会难找次吗 我想做音乐 可是哦 家人表示没有出路 我应该怎么办 以前啦 以前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的父母亲 他们也是一个很 business minded 的人 他讲一定要做 business 因为搞音乐的话 赚不到钱 可是因为在现在这个社会 其实在 media 大家都看到的是越来越烦 所以我现在其实 如果你个以前别的话 现在比较容易找次 可是如果你要做音乐的话 你就要知道你自己音乐的风格是在哪里 你的特色是在哪里 像 Trippi 他们的特色就是 骂出话啦 然后搞奇怪啦 搞奇怪 然后 tattoo 一堆啦 没有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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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好紧啦 好啦 好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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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讲你做的很厉害啦 说是算的老家 其实我很感恩啦 因为我算是很多人讲我很幸福 你也厉害嘛 你看啦 滤滤滤滤了 哇! strategy! 這個人呢! 不只聲音又有特色, 他又懂觀眾喜歡什麼! 厲害了! 這樣可以嗎? 可是我跟我的TV有討論過, 不是我好戀啦! 我們! 不是我,我們的話是 我們先第一個把第一次的主題帶進來 我們也會找你唱嗎? OK啦! 我自己個人,我都評論,我都評論 我是希望我喜歡這個,大家也喜歡 所以你會選擇就是偏大眾的口味先的啦 可是我也是剛好,因為我喜歡的也就是大眾 所以你沒有這個困擾啦 沒有, thanks for your support 男朋友喔,overprotective到擔心喔,就會罵我 說了,可不可以不要用罵的 可是喔,這種喔,他講的是他關心的方式 嗯... OK,first of all,你有沒有男朋友? 我是要先做事業的東西 然後先plan他好來 過後我有那個錢啊,我再去解釋 喔... 這樣我問你,這樣你有沒有過... 你有沒有過... 男朋友? 當然有過啦! 不是,I mean overprotective 這種 overprotective 是沒有耶 因為我會覺得overprotective的話,太大男人了 嗯... 而且overprotective,你會弄到對方沒有辦法呼吸 好像沒有自己的空間 overprotective,你是以關心的方式的話 那你一定要有你的reasonable的東西 可是如果你是太不reasonable,太ridiculous的話 你就其實over the line了 因為畢竟你們還是男女朋友 你們又不是老公老婆 是不是? 老公老婆就可以overprotective嗎? 難,如果是老公老婆的話 畢竟你們已經是在一起了嗎? 很久了 住在一起什麼東西 你認識對方的朋友 你也認識他的生活圈 你認識他的朋友圈 像你overprotective,你都不trust 這樣如果你的男朋友是這樣的話 你能接受嗎? 他在追求的時候,我直接... 解釋了嗎? 因為我是我的愛情官司 我一定要跟這個人做朋友 以朋友的方式來認識這個人 你是什麼paton他都知道啊 所以你們要追他的話 要跟他做朋友先,ok? 不要直接追 我們交往7年了 我性欲很強 ok? 如何...如何...如何... 如何...提高我男朋友的性欲 你問我 我都沒有問我 你問我 你要提高喔 你不要問這個 你不要問我咧 這樣我問多一點啦 這樣你是不是來一定是要 婚後性行為的呢? 我覺得是啊 你是那種嗎? 因為我看到很多case 就是他們婚前 清醒了 然後最後很難分析 因為放不下 你覺得這個是他最愛的一次 所以才什麼都給他 這樣子 我覺得... 我覺得婚後的話 你要幹嘛就幹嘛 而且我是... 而且我是一個一人啊 如果我那邊亂來的話 就是... 演不好啊 我是很照顧我的career ok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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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eer先啦 特別喔 特別喔 跟我們完全喔 差很遠喔 但是就是要狗不合唱兩首歌 如果第三首歌啊 我們找你做啦 然後一起合唱 如果有出話你 你不要啦 你看那個臉 沒有沒有 要不然這樣出兩個version 這個是... clean 有了嗎 電台是clean的 啊 我可以做clean的 那個dirty part 是要你唱的 我以為你不到 Prisilla唱的 對呀 the dirty part 講一個f**字 對 講一個是... 你耳上... 應該是有很多人要弄它 欸!你不要忘記 我之前是因為講錯話啊 然後...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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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啊 要往音樂這條路發展 要怎樣開始 要從網絡嗎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 應該都是從網絡 對 你可以從網絡 然後有經紀公司 慢慢開始發覺你 然後會開始跟你聊 經濟啊 合作啊 contract啊 這樣東西 可以慢慢來的 Pose了如果沒有人看呢 很多人也是 剛Pose的時候 也是有 可是有一首hit的時候 不是 全部就來啊 全部人就會看 所以就不要放棄 你不要Pose了 幾個video會覺得沒有人看 人家繼續Pose Pose的同時 要經過自己的skill 是是是 還有你的creative side 你要這樣Push你的歌 這樣子 不然你的歌 如果你唱歌已經沒有很好聽 這樣你EDITING 所以 EDITING要好 Creativity要有咯 真的咯 現在這個時代就是網絡就對了 沒有像以前這樣 你一定要在那個Bar表演啊 然後有一個 星探的人在看 沒有 沒有 不要他 很少咯 這樣東西啊 全部是Internet 現在是Internet就對了 所以如果你EDITING那裡都還好 就像Bisela這樣 One shot這樣唱完 他就 他就 他就用Battle的 好厲害 他這樣 他就唱了 唱All the way One shot這樣 你看 你看 你肯定咯 肯定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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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有時候我會很自卑的咯 我會很shame 怎麼 因為 我是網路出生啊 所以我的唱功底也是 我自己覺得 媽媽的 真的真的 就是因為 因為在網路上 沒有 因為在網路上是可以trim 可以cut 可以add effect 所以他不是Live的感覺這樣 就是Live的時候我會很怕 現在還怕咩 現在還怕咩 現在還怕 不是咧 Easy 你跳50點你是跳錯咯 你有沒有錯 可是我沒有怕 可是你們不一樣嗎 因為你們就是搞笑了嘛 你看 Attack on me as a joke Attack on me as a joke 有沒有在Live 出錯過很大的 有 我有一次在Join一個Internet的時候 然後我忘詞 忘詞在你家 我就講音樂從頭到尾 真的咩 再來 是一個小event 本來我是ok 我一出場大家喊到太大聲啊 我忘記去 我就站在那邊 那個音樂在播 我想 ok sorry Can we go on again 那還好 那個算剛出道這樣子 所以我會嚇到 我剛出道就怎麼那麼喊 是不是很厲害哦 這個我應該懂他答案了 可是問一下你 請問夢想還是現實更重要 因為如果有熱忱 但是現實不允許的話 怎麼辦 你講 你知道我答案你講 我覺得你很現實 哦還要講 我還現實 很現實 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歡講他們的夢想多大 要怎樣 要怎樣 很多人achieve到它 還是怎麼樣 如果你achieve不到的話 那你是不是要轉一下你的夢想咧 你要知道生活 沒有錢的話真的是吃不到東西 住不到東西 很多人也是因為追蹤夢想去流浪街頭 這樣子 當然你要想到自己的需要嘛 可是哦 我覺得大家要對這個夢想要再strong一點 因為有些人就覺得啊 辛苦一點點就覺得被現實打敗 我覺得其實你可以再strong一點 你可以再堅持一點啦 可是你是講如果你try了很多到你很累很辛苦了 到最準了我已經做完我的best了 還是不能的話 這樣當然是要回到現實咯 很多人是很多人都有夢想 但是有些人是work hard 不是work smart correct correct 你要work smart 就是as in 你有一個夢想 你就不是只是做那個夢想的東西 可能你要做別的東西 來support你的夢想 是是是是 不要只是一直在努力做音樂罷了的話 你要想辦法push你的音樂 這個很重要 畢業後很想去中國發展音樂 但感覺哦 我是那種離不開家的人 有什麼方法可以讓我解決這個顧慮呢 啊 離不開家的人啊 就說他parents constraint 不是 他是那種要貼著家是嗎 離開家 他怕很想家 啊 會想家的人 呃 一定要跳出你的corporate zone 我也是一個homebounder 你看我在這邊工作一切走 我一定要回家 是然後他就開live cool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可以講的嗎 你自己都開live的耶 是啊 我講太慢了 你懂嗎 你不是來repost close friend 哪一種這樣 我這邊FCO 我自己一個人lockdown 你知道嗎 你們至少有個人陪可以陪 所以 要護益他 可是因為工作沒辦法 而且我也知道我自己也是要賺錢 所以我一定要跳出自己的corporate 所以 所以你要去中國發展的話 你去罷了 你去罷了 如果IG live cool 哈哈哈 所以 他的 他的suggestion 就是 stack out from your comfort zone 他就是一個live example 給你看了 是 他也是想家 但是 他的發洩方式是在 可是他要賺錢 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 可以了 人家cut了 我就是 要玩了 要玩了 請問3P和嘉賓 如果想要創作自己的歌的話 怎樣想出 歌詞和managing 我們先問 怎樣想出 我們不要問K問先 我們問Priscyla 這個 這個東西 我覺得很多人都是來自於靈感 就是靈感一來 我覺得我要寫這個東西 我就寫寫寫寫寫 可是 有些人就是 我為了要出一首歌 我就捏捏幾個字出來 寫寫寫 其實都有方法的 就是看你自己 要怎麼樣去找你的 inspiration 但是 像Kevin他們也是做樂部遊戲 做我們會做樂部遊戲 怎樣呢 來回答一下 樂部遊戲啊 因為演演要跟Priscyla 有做的 所以寫出來 講真好像是時間 沒有 那時候講真就是 我們就講要寫一段 Hook是女生唱的 如果我們Rap 就 清歌 清歌 我不知道你們是怎樣寫 我會想好像是一個 topic 這樣子 然後我要寫 about這個 topic 我記得齁 我們做這首歌 是我只是哼了一個 melody出來 我哼了幾個版本 然後他用這個 melody來做他的編曲 然後他就一開始的時候 就沒有game的feel 我還不懂他寫什麼 然後他不懂 怎麼突然set一個版本過來 是用那個game的聲音 我出來 喔 好像可以喔 好像可以喔 好像一個樂部遊戲 我就來 樂部遊戲 可是樂部遊戲 我要講一個東西 我不懂我們有沒有講過 我還記得 他第一次send demo來 那個16bit那種感覺 那個game的感覺 那個game的感覺 我們第一次聽我們覺得很難聽 過了過了一下 我們聽回要講 欸 好像好錯一下 這樣我們就才用 然後他們講 他們本來是要找另外一個議員的 哈哈哈哈 是 因為你太堅了 因為你太堅了 不敢 不敢找Pricy 因為你這樣子 冷靜冷靜 你在studio 是這樣 哇哪裏敢問你喔 他們在send那個樂部遊戲的時候 我覺得這首歌 中好聽 中 中 中 好聽 我直接跟那個爹地講 然後這首歌 ok我唱 因為我第一個impression就是 好聽 哇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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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會破百萬 他現在是不是破了 破了 破了啦 等一下 你連都破不到樂部遊戲 忘記了 我不管是你做歌詞 是manly先 總之你的feel up 嗯 整天是你看我feel不對 我就很突然了 對對對 K-1然後tok哥我跟你講 如果他feel不對喔 Danny跟他講 這個號要給我啊 我可以嗎 Danny K-1就講 我沒有感覺你寫咯 然後我們兩個就 這題 還好嗎 不要大眾一點 ok 對K-pop怎麼看好不好 You better be careful It's the same like the other country 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K-pop是充滿了很多美女帥哥 很多美男 所以你在講他們都不好聽啊 我聽 我聽 而且有 我其實也很喜歡K-pop 現在是比較喜歡聽很多的 是單人的 因為很多K-drama 後面都有OSC 都拿出來的 所以我會全部 我覺得K-pop他們做得很成功 在Asia算很成功 算空客啊 講真的 他的Fanbase啊 他的Allness很Strong啊 很Strong啊 你要不要Test一下 Test一下 你講一些話的話你就死了 真的 我Test過了不要 他Test過了不要 Live Experience 你講誰 他講 哦他講What's 哈哈哈 Yes yes 你們兩個是International 哈哈哈 夠了 我不要go that way 我很想去Trippy的演唱會 請問下一個幾次舉辦 為什麼你這個 他又在 他又在 可以講啊 可以講啊 為什麼我不知道的 不知道喔 你的Manager approve一半了 他還是沒有問過 他決定了 對他也沒有問過 雖然那個第三首 你有唱出話歌 哈哈哈 這是一個驚訝的 所以我們的演唱會在 年尾啊 十一月 應該是十一月啊 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十一月尾啊 應該沒有問題 如果 Everything Goes Right 可是選擇是那個的嗎 我也是 我也是差不多啦 他也是有演唱會 所以記得 關注我們 多一個演唱會 然後我們應該都還有合作 所以你們 多多留意啦 所以我們今天謝謝我們的參與 Yeah Thank you 還有什麼 董傑要講的嗎 真的要follow我們的IG 而且我們的Youtube 真的是很多context 只是 我相信大家也是有自己的夢想 當然夢想可以去追 但是 像Kevin講的 Yout work hard and work smart Yout Yeah 敬請期待我們接下來的 合作 Yeah 謝謝Precilla 謝謝 Yeah OK Startle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LIKE SKRUB 然後寫出去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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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人幫你SETTLE要找誰 咧 comment一下 找Else先生 我們飛機固金 好來